現在我要來試試看 在三個聲部的情況下 也就是編制有三個人 要怎麼樣演奏Basanova這個節奏 我們可以這樣想 在小編制的情況下 最低音其實還是Bass 如果是有爵士鼓的話 這個鼓組 你讓大鼓的聲音來擔任整個 聲部的最低音 會讓小空間裡面 聽覺上會有很大的壓迫感 所以最低音還是給Bass來彈 不太適合用爵士鼓的大鼓 節奏樂器可以用沙琳 或者是其他比較輕鬆一點的 可以帶出速度感的節奏樂器就可以了 另外一個聲部當然還是吉他了 畢竟這個是課程的主角 我們來試試看 演奏一樣是Bass的部分 Bass的部分不會有太大的變動 彈的是剛剛一樣的東西 那我就不需要彈了 那我直接來示範節奏樂器會怎麼用 這是一個我很喜歡的Shaker 中文說沙琳 其實這個牌子是Taiquin的 一個鋁製的沙琳 很好用 非常容易操控 聲音也非常的乾淨漂亮 來囉 我要怎麼樣用節奏樂器來演奏呢 其實不一定要用沙琳 用任何的節奏樂器都可以 那要呈現剛剛講的 共同的Bassanova的風貌 所以節奏樂器我可以用在 這是高音嘛對不對 所以我要把它用在 第二拍的前半 跟第三拍的後半 那沙琳它需要一個搖擺的慣性 所以其他的時候我會用比較輕鬆的搖晃的聲音 創造出大約是8分音符速度的感覺 試試看喔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3 4 1 3 4 2 3 4 2 4 1 4 4 2 4 1 4 4 4 2 4 2 4 5 6 6 4 5 6 6 7 7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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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9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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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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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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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